美國政府的防疫 我們支持疫苗 但是我們的政府 也有在保護護照相對 或是任何要求與疫苗 在9月21日的聯大發言中 巴西總統波索納羅大膽且明確地表示 反對疫苗護照、反對任何形式的 政府強制人們接種疫苗的措施 此前紐約市長白思豪曾公開喊話波索納羅 讓他不打疫苗就別來紐約 紐約市已經實施了疫苗護照政策 包括民眾不打疫苗就無法進入餐館就餐 波索納羅表示 巴西提倡的是預防和早期治療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